行者一个修行人心量没有打开 就是他的法力在强 也不够是阿修罗 因为他的心量很狭小 阿修罗他的两个特征 一个是就是基督 一个就是斗争 基督跟斗争 会让你本身变成阿修罗 今天的修行人就是这样子 没有人比得上他的 他的武功低高强 几乎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你说 谁比谁啊 谁怕谁啊 谁怕谁啊 乌龟怕铁锤 蟑螂怕草邪 谁都在比高下的 好像武侠小说一样 武侠小说也是在 都是在比高下 那么一个修行人啊 不应该跟这个武侠人物一样的 都是在比高下 比高下的 会修成阿修罗 你武侠最高的就变成阿修罗王 普通的就变成阿修罗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啊 这个阿修罗你走入了这个狭窄的心里面 就变成阿修罗 那个心量小 心量很小 所以这个基督心一产生出来啊 你自己一个行者就要警惕 不可以有这种心 那斗争的心一产生出来啊 这个行者也要警惕 不可以有斗争的心 但是偏偏啊 有很多的这个行者走入这一条路 这个在一个通灵人的眼中啊 是很容易可以看出来的 很容易看的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个人本身是不是阿修罗 因为在这个人的周围啊 他所射招的这些父父啊 一定是阿修罗 一定是阿修罗在他旁边 那么你一看啊 看到这些阿修罗就知道啊 这个 这个人已经修进这个阿修罗道 也就是走入这个共高我慢啊 基督斗争的这个道里面 这个是要避免的 我们每一个行者都是要避免的 我们真正的啊 一个通灵的 一看到这个行者的周围 他的父法都是阿修罗的时候啊 我们就知道话不用讲 也不用不用跟他讨论什么 一定他以自我为中心啊 一定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容不下他人的 任何人的言论他都没有办法进入他的 他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进入这个阿修罗道的世界里面 是 是 谢谢大家